電競耳機一向很多品牌都有推出 貴為影音大高和遊戲界的大高桑 又怎會沒有耳機呢? 今次我們來到這裏 看到他們全新推出的 Enzone 系列的打機耳機 現在我手上這款是 H9 另外還有 H7 和 H3 三款不同的級別 三款不同的價錢 究竟功能有甚麼分別 而打機的效果又如何呢?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 Lolly Talk 和妹妹都在 待會我等它打完之後 問問它有甚麼感受 剛剛我手上這款 就是 Enzone 的 H9 這款是他們最高階的電競耳機 我先說說外觀 有1000X M5 的影子 首先是頭帶的位置 最像是這個位置 非常像 M5 的感覺 除此之外 其實在 H9 上面 這個耳棉位置 亦是用上 H5 的人造皮的耳棉 所以剛才戴上去的時候 這個舒服的程度 都跟 M5 有一輝 而且耳機因為再輕一點 它給我的感覺 不夾頭之外 感覺重量是非常非常輕的 除了頭帶之外 其實耳機也有很多功能 譬如說 這支咪 這支咪很簡單 因為耳機的耳機 就是耳機的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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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耳機的耳機 就是耳機的耳機 也有幾顆按鈕 已經可以直接推動 推動的時候 其實在 PC 或 PS5 上 都可以直接對應 這個耳機 我覺得也是很方便 在電競耳機上 其實都比較少有 Noise Cancelling 和 Ambient Sound 所以在這支最高階的 H9 上 它就有一個按鈕 可以讓你即時轉換 Ambient Sound 和 Noise Cancelling 其實它們在日本做了一些 research 在耳機的朋友來說 如果家裏有小朋友 或者家裏有家人 去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都會有機會叫你 如果你全都投入到耳機上 其實對於家裏的健康 是有些問題的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 Ambient Sound 的功能加進去 方便一班玩耳機的朋友 可以既照顧到家裏 亦都可以玩到自己想玩的遊戲 這兩個按鈕 其實就可以讓你即時調校到 究竟你想對話的聲音 或是遊戲內的聲音 亦都很方便 玩耳機的朋友 很緊張的時候 如果還要用耳機 要調校設定 真的非常麻煩 除了是2.4G 的連線之外 其實亦都可以藍牙連接 變成雙連接的情況 既可以連接手機 亦都可以連接電腦 耳機或是 PS5 的時候 不會有這個干擾 亦都可以用手機 去做其他東西 包括通話 所以這隻耳機 其實是除了電競 和遊戲機 照顧普通的日常使用 都可以 這隻耳機還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不如跟大家講一講 一些我覺得很焦點的技術規格 首先 這個Sony InSone 電競耳機 包括有H3、H7和H9 三個不同的款式 全部都是2.4G 和 Bluetooth 雙連接耳機 在 PC 上 亦都可以有 360 Spatial Sound 和 Gaming 的功能 可以方便大家 打機的時候 可以得到更大的 3D 效果 而 H9 用上 就是 40mm 動圈單元 亦都可以有 Ambient Sound 轉換 支援 PS5 和 PC 兩用 麥克風方面 就是 Boom 麥克風 而且有雙向 電量方面 總共可以用到 24 小時 亦都支援快充 快充 1 小時 可以用到 60 分鐘 電競耳機 當然一定有很多設定 除了用手機設定之外 電腦上也有一個軟件 專門做設定 就是 InSone Hub 的軟件 如果以前已經買了 Sony 的耳機 或者其他個人產品 都會有機會 將耳朵的位置 儲存在上面 即是卡套上 所以這個 App 其實都可以對應 我們開啟了 InSone App 之後 其實便會看到 空間音效個人化 設定後 便會看到 啟動空間音效個人化的設定 如果你未做過這個位置 其實它便會上網 叫你去 Sony 登記帳戶 然後將耳朵的耳型 便會拍照給它們 做一個分析 它便會將你所有的 Sony Personal Audio 所有東西 包括了 NS7 的掛鏡式喇叭 之前我們有的 1000X M5 等 所有的耳機 都會因應你個人 給予你的手機 而且便會適合你 自己現在用的 Sony 產品 就像現在這隻 InSone H9 一樣 我們已經有帳戶 它便知道後 便套用它 它便會在帳戶上 拿回這個 Prover 套用到現在這個軟件裏 然後它便會知道 你的頭型是怎樣 然後你才可以 慢慢調校你的設定 之餘 它便會幫你做一個 最好的 3D 效果 而這個軟件裏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設定 強化重音 音樂 影片 一個平直 亦都可以自定 你自己的 EQ 跟隨你自己的喜好 來做設定 都可以見到 這裏有些空間音效 其實可以很方便地 在這裏做 On Off 動態範圍 亦都可以調校高低 和開關 那些 Noise Cancelling 的位置 都可以調校這個強度 有用開這個 Sony 的耳機 其實你安裝它的 App 這裏的功能 其實與 App 內裏大同小異 但是 可以設定的東西 就更加仔細了 耳機的主音量 遊戲和聊天的平衡 我們都可以調校得到 入手後 你安裝這個 App 基本上可以玩的東西 比其他不同的電競耳機 玩的東西更加多 而且更加個人 剛才我們見到 Lolito 阿妹 剛才打了這個遊戲 我看到你的真性情 都流露出來 我死亡了 我死亡了 打完這個遊戲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很難玩 那你覺得戴了這隻耳機 去打遊戲 跟你平時 對著電視機去打遊戲 那個分別大不大 我覺得是很大的分別 因為它這個 它罩住了整個耳朵 是聽不到外面說話 你會好像進入了那個世界 而且它的音樂很恐怖 令我很緊張 所以你就非常緊張 就喊了出來 完全沒有理會我們在現場 真可憐 在家裡打遊戲的時候 你會選擇 是怎樣的情況使用呢 我平時就這樣在手機打遊戲 手機打遊戲 對 所以就覺得很大的分別 第一次很少對著這麼大的螢幕 然後還會 聲音聚集的時候 打遊戲 那會不會考慮買這隻耳機呢 或者買一部PS5 我覺得真的 真的想 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那這次這個工作的錢 就沒有了 好的 謝謝你 好了 現在就到我試給大家看 剛剛就和大家拿這隻 Insome H9 玩了一個第一身的射擊遊戲 之前想起自己玩第一身射擊遊戲 都已經是Rainbow 6 的年代了 可想知道真的很交叉多年 這個遊戲 我就不知道它本身有多厲害 但是剛才打遊戲的時候 在一些追逐位置 或者是有一些空間的位置 例如有人在我後面走的時候 你真的感覺到 後面有一個人有兩下腳步聲走出來 另外 就會在我前方的右手邊 有一個器材 它不知道怎樣爆炸 還是怎樣 有些人射槍 都真的聽得到 一個挺明顯的空間感覺 而且 它亦都可以給你調校 是咪聲 還是遊戲聲 會比較多 所以大家可以因應自己 想要遊戲中的聲效 去做到幾大 而給你一個舒服的感覺 這個亦都可以調校到 我覺得都是方便的 這隻耳機在打遊戲機上 我覺得它的迫力都頗大 而且它的低音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都頗差不厚 所以在打遊戲機上來說 應該都不錯 今天就和大家試了一隻H9 真心說這個H7和H3 老實說都未有時間去慢慢試 而且裡面還有很多技術 feature 其實都未有機會和大家說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如果這隻INSON耳機的三種 有什麼不同的功能的話 就可以去到我們的新聞中心 看看圖文的報道 今天這一個 Sony INSON耳機發布 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LIK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按鈴鐺 我們很晚會通知你們看 再見吧 再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